好 那我們寒假雷切的營隊呢 就到今天結束 總共三天 這三天回顧起來就是我們第一天呢 做的是雕刻的工作 第二天是雕刻加切割的工作 第三天又是雕刻加切割加組合的工作 所以大概呢 雷雕就屬於這三種類型 那我這邊的建議就是說 其實最重的其實是在 設計的這個部分 設計的部分呢 其實要好好的掌握 inscape的使用 所以小學部分呢 其實可以好好的把inscape 交半個學期左右 然後再搭配雷雕 寒假或暑假 那為什麼不要在上課上做呢 因為我們雕一個東西 如果雕5分鐘到10分鐘 基本上是沒辦法在一個班 一節課做完 如果你要一節課做得完 表示你的雷雕機 要平行作業 也就是要有很多台一起作業 不然的話你10到15分鐘 做一個作品 切一個作品的話 你想想看 三個小朋友就站了一節課 怎麼可能不可能對不對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inscape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軟體 他可以呢 做呢 這個 路徑的一個 認識 還有呢 路徑還有相當多的特效 我們可以去了解 那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呢 國內的參考書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原文的 那很可惜 那希望呢 未來我們 台灣的能夠 在這個inscape 這個繪圖軟體上面呢 多加的使用 除了可以在 美工上面做使用 也可以在動畫上面做使用 現在進來 也可以在雷雕上面做使用 像我們的Scratch的 角色動畫也是用 inscape 表示inscape這一種SVG 向量圖是未來的主流 好 那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